部落齊老在建築物四周撒米酒 目的是为了驱赶邪灵 遮蔽误会 因为从隔天起 这个空间将用来造帆船 部落领袖齊老带领族人祈福 希望祖林庇佑造船顺利 为了附赠传统阿美族古帆船祭业 台东大马兰部落族人 11号上午在金尊渔港 进行祈福仪式 未来三个月内 族人将打造一艘六人座的传统帆船 并透过航海方式 沿岸拜访台东各阿美族部落 分享交流传统文化 将船下海 然后沿着阿美斯 意思是说北方最远的一个张眼 做一个各部落的拜访 然后到达每一个部落 就有这个航海 然后让部落无法做交流 族人表示古帆船预计六月初 能够完成建造 届时将从太马里山河海滩下水 一路向北航行至长冰箱 张员部落 判透过海陆串联各部落阿美族人 强调部落降师已经过五年时间 不停精进造船祭业 若出航期间天后状况良好 有信心能完成这场壮举 我们也是要等气候 在航行的良好的海面上状态之下 不造成我们的人也受伤 船只受伤 我们会静待气候 好天气我们才可以出航 据东海岸阿美族人口传历史 祖先曾经在一百多年前 利用海上蓝色公路和临近部落交液 并组成鱼团捕鱼 而当时使用的就是竹帆船 不过这项传统工业在现代已经流失 近年来透过族人积极附证 以竹部找回实权技术 盼未来能再现阿美族航海文化记忆 原事新闻 中文台东东河采访报导 中文台东河采访报导